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加拉太书第1章 主题是不可更改的复印 目的是要明白去没有归正的道理 主要的经文就是在于 加拉太书的第1章第4节 经文这么说 基督造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着罪恶的世代 从保罗写的13封书信当中 这个图是照着使徒行传28章里面 让我们明白过来的就是 保罗第1个宣教旅程 是大约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左右 也就是在49年 当耶路撒冷大会还没办之前 保罗就写了这本书 加拉太书 那我们稍微来了解加拉太书的背景 热心于摩西律法自称为 基督徒的 优太主义者 就是优太 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是优太人 特别注重优太主义的人 就来到了小亚西亚各教会 从三方面来攻击 保罗的 教训 第1 他们诋毁 保罗 至于他的使徒 子分 第2 他们认为 外邦人 需受 隔离 应该受隔离 使 自己 可 优太化之后 才能得救 方能得救 第3 这个优太主义者 这般信徒 他们反 对保罗 只讲恩典 不讲 律法 他们强调 在恩典之外 也需 注重行为 鼓吹基督徒 遵守 优太的 礼仪 和 归条 那么 保罗 就在这里 强调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 得以自由 所以要 站立的我们 不要 再 被 奴仆的 恶 这奴仆的恶 是指着 律法 来 挟制 所以简单来说 来介绍这本书 我们可以称为是基督徒的 自由 信长 所以保罗 写这本书呢 就是要来 辩驳 只靠 只靠行为 或者 立法 诚意的 这个 甲妇 并且要说明 因性 称义的 优越性 即 因 基督得 自由 的宣言 那我们就来看 加拉太书的特点 很快我们就过着 这 六点 这本书是基督徒的 自由大宣章 是对付 律法主义者的 利器 武器 那这本书和 罗马书 为 马丁路德在 改教室 最喜爱 引用的 两本书 同论文 因性称义的 要解 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 这本书有辩论的气氛 罗马书呢 是教比较 系统化 第三 这本书没有任何 称赞的话 保罗写其他的书信 很多时候就先称赞那些受信者的长处 第四 这本书也没有 感谢的话 保罗平时是关于 为那些受信者 向神献上感谢 连到的 败坏的 格林多教会 保罗也会为他们 感谢神 来到第五的特点就是 这本书的引以 激烈 尖锐 这书中所用的措施 非常的直率 毫不留情的指责 甚至咒骂那些传译端子 恨不得了 把他们的全部 各决 而且这本书是保罗亲手以大致 书写 的信 那 我们就进入第 一章 那这第1章的主题 我称为 保罗辩护他的使徒之分 和 因信称义的福音 第1大点 书信的引言 在第1到第3节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有语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 借着耶稣基督 以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父神 和 一切 以我同在 众弟兄 写信给 加拉太书的 各教会 愿恩会 平安 从父神 以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归于 你们 那么在这里 第1节 保罗呢 我称他为保罗使徒的 子分 那保罗言明是 贵族的信 保罗用这个 外邦人贵族的信 很可能就是因为 本名 与扫罗这个名字 发音 非常的相近 那么使徒是什么 使徒就是 原本的意思就是 受差权的代表 或者使者 是最初 被主耶稣 拣选 差遣的 12个名徒 就如记载在 路教福音的第6章13节 而且这称号 也用在 主耶稣的兄弟 雅各 或者是 巴拿巴 保罗的身上 还呢 更广泛的范围呢 也用在 众教会的 使徒 身上 这记载在 格林多后书第8章23 或者是 罗马书 16 第7 那使徒有这个 属灵的权柄 代表基督说话的 但 当时有人在 加拉太 各教会中 毁谤保罗 指控他 并非 真正 的使徒 是因为有人指着 保罗 因为 不在这 12个使徒当中 所以 不是 真正的使徒 这就是呢 罗伯特 所说的 还有 马丁路德说什么呢 马丁路德说 我小时候觉得 保罗对他的 呼召 太 有些 大提 小提大作了 那时 那时我并不明白他的目的所在 我没有意识到 我没有意识到这 职分的 重要 我们高级 护照 并不是要在人 中间 得荣耀 图 钱财 找满足 或受宠爱 而是要使 百姓 切信 我们所说的是上帝的话 并非 罪恶的 狂傲 而是 圣洁的 自好 这就是马丁路德 强调的 那为了 福音的 言故 保罗 必须为自己 的 使徒 职分 来辩护 强调 这职分 什么呢 他强调什么 使徒这职分 非出于众人的意思 第二 非出于某个人的裁权 或者 委任委托 第三 这职分 这使徒的职分 和权柄 与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徒 是一样的 跟一样呢 都是借着耶稣基督 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父神 受钱得来的 第二 圣经这句话 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呢 这里是指定保罗同等伙伴 那么这伙伴呢是 他们一起从圣灵领受神的心意的 所以开头就这样写 对于这些受信人呢 就是加拉泰各地的讲会 所以当时 罗马帝国的加拉泰神 包括些什么呢 李高尼 匹西迪 弗里加的 匡大地区 就是现今 在 土耳其境内的城市 第三 保罗问安宜 这里发觉 结合了 希腊式的恩典 和 喜不来式的 平安 所以这里看到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神赐给 不配的巨人 他们白白 而且 神很主动的礼物呢 赐给他的 这叫做恩惠 是我们喜乐的 全言 那么讲到 平安 Shalom 是平安无事 就如没有 争战 这个 争战 一样的 状况 而且呢 更能够发挥 繁荣 信 而属灵 世上的 一切的信 所以这里所强调是什么呢 先恩惠 后平安 因为恩惠是 平安之言 平安是恩惠之国 若没有恩惠 就没有 也不可能 有的平安 但我们蒙了恩惠以后 平安就 事 随之而来 Hallelujah 来到第四第五节 重点就是 富裕的目标 基督造我们 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 十二节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 愿 荣耀归神 直到 永永远远 阿门 很简单的两句话 但是这里强调的是 救恩 是本于 父神的旨意 依靠 基督来完成 为的是 目的是 归荣耀以神 完完全全 完全没有人 一切的应数 掺杂在里面的 那么你注意一下 基督为我们的罪 舍己 这里就有 你看这红字 就有 三大点 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是什么 过去就是 耶稣舍己 耶稣 道成肉体 成就了 十字架的 得胜 这是给我们 我们看到 耶稣在过去 舍己 达到的 然后 现在是什么 基督的拯救 就是 那个字 救 要救我们脱离 这 罪恶的世代 耶稣的 拯救 就是 现今 在这个时候 他要救我们脱离 罪恶的 世代 将来呢 就是 但愿 荣耀 可以归于是 永远的荣耀 怎么说 就是可以脱离这永恒 永远的 死亡 而进入 永恒的荣耀里面 那莫利士诚说什么呢 他说 这封书信 自始 自重 保罗 都要加拉太人 关注于 十字架的 核心地位 他呢 迫不及待的呢 当明这一点 我们发现 他一开始 就 把他 先提出来 Amen 第3 责备 记载在第6到第10节 为什么责备 因为他们传的是另类或者是 错谬的 福音 我吸引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记得基督只恩召你们的 去从别的 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 有些人 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 要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但 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以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有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以你们所传 所领受的不同 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 得人的心 还是要得神的心 我岂不是讨人的 喜欢吗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 仆人了 所以这里保罗指着他们 偏离了福音 他用这个词 这么 快 离开 这么快离开 怎么说 他非常非常的惊讶 在这短短的三年 他们领受了恩典 但是加勒泰信徒就这么快的去跟从了 别的福音 这是他非常惊讶的 接着他就责备这假教师 如何搅扰破坏 记载着第七章 他说 传给加勒泰人的 所谓这个 别的福音 是有三个特征 在这经文里面所说的 你会发觉到 这别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 这福音是不法的福音 其实他并不是福音 第二 这福音根本不是好消息 是坏消息 只会 搅扰人 还有 第三 这福音 把基督的 福音 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扭去了 那我们知道 教会历史上出现过 各种五花霸门的 别的福音 才会出现了很多 异端异教异派 撒旦对信徒最厉害的攻击 不是完全推翻福音 我希望我们大家记得 他 他是把基督的福音 更改了 更改了 然后把影像神的国度的基督的福音 变成 影像黑暗势力 的 别的福音 但是 基督 别的福音 就应当被咒试 在第八第九节刚才我们读的 你发觉到这里说 无论是传道人 牧师 名人 伟人 甚至 来自天上的天使 谁都没有权利更改 圣经 神所启示着基督的福音 所以为什么呢 天上来的使者 当时的优太人 相信摩西的律法是透过天使 传达的 传递的 加拉泰的 假 师傅 可以利用这点 要求加拉泰人 遵守 摩西律法 那保罗强调在第四节说 传证福音的人 可 不是 未得人性 所以他就自己就变问了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第2 我其实讨人的 喜欢吗 第3他又问 若我忍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 基督的 仆人 挺好 所以保罗承认 自己信主前 做法列赛人的 所作所为 当时不过是要讨人的喜欢 不是要讨神的 称赞 这时候他说呢 还要 得神的信 现在他还要得着神的信 所以他坚持的就是 他坚持 福音的纯正的人呢 他强调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讨人的欢喜 只要 单单讨神的欢喜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就两次提到了 被咒诅 被咒诅 强调什么呢 就是强调呢 在神的烈怒之下呀 凡呢 所传不同福音的人呢 都是活在神的烈怒中的 这就是他的警告 那么讲到呢 属灵的无知呢 怎么说 不管是过去 在教会的历史的记载 或者是现在 常常有些人 很快就信了 别的福音 因为 自己 属灵的 无 无知 你可以看在第3章的第1节 进入第4节 福音的纯正 记载在11 接到24节 保罗所传的福音在这第11到12节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 耶稣基督 启示来的 那么这11节 讲到什么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而且说 不是从人 那边所领受的 像从 摩西从哪一个名师 领受过来的 也不是人 所教导他的 一切都是 神的启示 从耶稣基督启示 得来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 耶稣基督的启示 没有人能够认识 福音真理 接受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这就是 不管是 彼得的经历 也好 在马太福音 16章的 17节 或者讲到 保罗自己的经历 在 《使徒信传》第9章第5节 一个是 毕利 必不惨害 神的教会 我又在 优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 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 更加热心 然而 那 把我从 母妇里 分别出来 有施恩招我的神 既然日益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 没有与 属 血气 的人 商量 这里我要分三段 就是 保罗信主之前 信主时 信主之后 信主之前 他真的是为 祖宗的遗传 狂热的 狂惶的 所以他就会说 你们听见 你听见什么 保罗从前就是一个 宗教狂热 谨守律法 礼益的 法律赛人 那基里避泊教会是什么呢 他又是非常疯狂的 他得了 祭司长的权柄 超过 一般人 想象的来 避泊 逮捕 残害神的教会 残害神的弟兄 所以第14节 你会发觉到保罗 不管是在宗教的世上 跟当时的年轻来比 他是更有掌机 在 祖宗的遗传当中 他更加的 狂傲 狂热的 那么来到信主之时 神将基督启示 放在他心中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到这两个是燃耳 这里燃耳强的什么 保罗重生被神呼召 同样的 讲到他的重生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怎么说呢 分别出来你注意这四个字 神在母妇中 把他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 减显了保罗 然后又施恩召我这个意思是什么 凭着神的旨意 通过了在大马上路上的事件 神就 他就 蒙恩所招 神呼召了他 所以他说施恩召我 然后 这个词 将他儿子启示在我 信 他是从心里 认识 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启示 让他完完全全明白 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 他又说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 又是神的旨意 不只是拣选他 不只是恩召他 他得了启示 神还特别的 派他 向外邦人传福音 做外邦人的使徒 Hallelujah 那么信主之后是怎样 信主之后他强调一点就是 他从 未从任何主内 先进的 学到什么 这是从第16节 下期到 21节 所以刚才读了16节 17节说什么呢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 比我先做使徒的 围都往 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斯格 过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冷去 建 基法 和他同住了15天罢了 15天罢了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 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 幻 幻 幻幻幻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 基里加境内 那么这里呢教我们把这个一节 很快的把它分来就是告诉我们呢 是什么第16节下没有 以俗血气氛上的就是 保罗呢被逃开了这个大马斯格之后 就往呢 阿拉伯的匡野 那用了三年的时间 单独寻求神 反思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当时他做的 来到第17节的时候强调是 不是12个使徒或者大马斯格的信徒教他的 18节说到 不可能在这短短的时间 学会了福音的真理 还有 19节不是从别的使徒 学来的 20节他强调 很正宗的 启示 说到呢 在他完全领受福音真理之前 并没有长期 与耶路撒冷的使徒 长老们相处的 他强调这一点 20节就说到呢 保罗最初传到的两个地方 都离开耶路撒冷 和优待地很远 所以他不可能受到耶路撒 教会在立法的 各种观念 受影响 所以进入第4点 最后这一段 22到24 节 那时 优太 优太圣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 传扬他 原先所惨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言辜 归荣耀以身 所以22节说 那时 所以保罗回到叙利亚和 基于 金利家以后 到巴拿巴 去 大树找他之前 而且这一段时间都已经是10年左右了 那23节这时候 当时优太地区的教会 就 认出了 保罗传的福音和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 然后24节 保罗传到的内容证明了 他 使徒的身份 所以 优太地的教会 就借了他 承认他 并为神在保罗身上奇妙一切的作为 归荣耀 神 Hallelujah 所以总结是什么 总结就是 这不可更改的福音 是要释放人 得自由 这不可更改的福音 是要人在这世上胜过死亡的权势 要人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这不可更改的福音是要人活出喜乐平安健康 所以这福音是以信为本的信仰 不是以行为为本信仰 所以福音更是神 神圣灵大能的福音 阿们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明白过来 那我们就来 低头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主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 当我们看保罗在这第1章如何的 来 为了 他的护照 证明他真的是被神所造的使徒 所以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 乱世的时代 末日时代 有太多 五花八门 这怪名 别的福音 传开 误导了这么多人 求主保守们 叫我们 也不受这时代的 影响 愿我们都能够 靠着真理得救 靠着真理得 自由 真正的认识 我主耶稣基督 就是为我们 舍命的 使我们 重建光明的 能够成为上帝的 孩子的 所以主耶稣 用这个好消息 村正的福音 来传递 下来 求主使用我们 成为福音的使者 像保我一样 我如此的感谢 祷告 侍奉主耶稣 得生命祈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